我给你们看咯 嗨 到酒店了 那我来给大家看看 我出差这两天都带了些什么 除了一些换洗的衣服以外呢 我会带自己的浴巾 女孩子们还是尽量少用酒店外边的浴巾 这里边我带了这个夹板 因为头发就是比较低压 你看做完退机以后用这么低压 然后呢就可以用这个夹板蓬松一下 妇装包呢我是彩妆 还有妇后会分开 因为就是只有两天的时间嘛 所以我带的都是这种小瓶装的 就是一些我觉得很好用的 然后会带一个好小家 就是洗脸的时候用的 再有就是我的这些宝贝面膜 这些都是我觉得我用下来以后很好用的面膜 这几款都很好用 因为两天所以我经常会带double的料 还有这个还是挺好用的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收纳盒 它是会有这种分区 然后你下面呢就可以放一些耳环 上面我会带了一些这种小头掐 比如说做造型的时候 这样一弄 还可以装嫩 还会带一双这种高跟鞋 这个是很细的 等于啊 这个根一定要细 细了才没 它会显得你的小腿特别的细 特别的长 而且女孩子这种穿小细根 就会很细感 很好看 这个词好像跟我 好像不是很搭 哈哈哈哈 再有就是 我会带个这种内衣带 然后把我的内衣啊 袜子啊 都放到里边 都给你们看哦 好像有一个可以给你们看 就是这个 你看 女孩子夏天的时候可以穿那种 小吊带啊 抹胸的时候 就带这个 就很方便 因为它旁边有这种黄滑的 你看 这还是挺实用的 还会带一套就是自己的睡衣在里边 出来了的话 你肯定不能穿的太少嘛 就穿一个这种睡衣 就OK了 好了 这就是我这两天的行李 哇塞 给你们看一下 分享完以后呢 一片狼藉啊 哎呀 好啦 就这些了 就准备喝奶茶了